深夜太无聊 居然拿起了三角锥的横杆 当棒球灰 还酬醒了店家 在澎湖就有大学生 做出了这种无聊的事 让店家忍不住说 真的很没水准 有店家因为店门口 常被汽机车堵住 干脆买了整组的三角锥放置 才用了两天 这组三角锥成了大学生的玩物 有学生在深夜11点多 经过店家时 就在店家前歇脚 有男大生一时兴起 拿起了固定的三角锥横杆 当棒球灰 直接朝三角锥灰击 灰棒完还当成了撞球杆笔画 因为发生的巨像 吵醒了店家 店家出面喝止 他们才停止的嬉闹 三角锥这个是全新的 是才大概用第二个晚上 因为我打烊的时候 我是住在里面 可是常常都有人直接把门口堵死 那因为我身体状况也不太好 有的时候要急诊的时候堵死 我是一个手把的人 所以我不会去牵动人家的车子 所以我昨天那是第二个晚上 那终于可以找一点休息的时候 一打开正好看见这个景象 我真是傻严 其实我觉得家庭教育很重要 怎么样的这个景象 你看到这件事情 他直接 这件事情我已经看到他在拿了 所以我直接冲出来 他就他有吓到 所以他有摆回去 怎么会有人 今天即使说你一般人家路口管制还怎样 怎么会有人把 三角椎的横敢拿出来当棒球打 如果你有听到另外一个影像是有收音的 你就听到他打多大力 那个其实都可以看得到 横积 我那是全新的 用不到两天 就是两个晚上而已 店家说他们是为了怕店门口被堵住 才买了三角椎 做个生意不容易 却被大学生把三角椎当作是玩具 大半夜还丑醒了人 他们觉得这是家庭教育的问题 只顾着自己好玩 其实这个嬉闹的动作 并没有对店家造成了明显的损害 但大半夜发出的声响吵人 也只能说这群大学生 真的太无聊 记者陈荣誉报导